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保时捷的豪华修旅凯燕 KN销售成绩亮眼 目前已出道第三代 但中国一名女子日前愤怒控诉 不久前认识一名凯燕哥 她虽然开名车却十分节俭踏实 后来她将两人出游的照片 PO到微博后 却被有人告知这台根本不是凯燕 而是国产车改装的 让原PO怒控二星期被白睡了17次 认为对方诈欺并提分手 一名女网友在微博网红的那些迫事儿上投稿说 据卫时认识了一个男生 穿着打扮低调 当天大家酒喝多了 对方提议送她回家去牵车的时候 发现对方开的竟然是保时捷凯燕 发现原来她是隐形的土豪 当下心想有钱却低调的男人不多了 心里帮她加了许多分 两人因为住得近 之后常常相约出游 看电影 感情急速升温 不久后就成为男女朋友 原PO表示 她发现男方虽然开保时捷 但是穿的都是100块人民币 约薪台币460元的便宜货 也常吃路边摊 以为捡与到一个有钱又踏实的男人 当作捡到宝一样 对她百依百顺 但就在某天 她将坐在凯燕内的影片 发布朋友圈后不久 收到闺蜜私讯说 这台车外形有问题 经查验比对 发现果真不是保时捷百万名车 而是一台十几万人民币 约薪台币45至67 5万元的国产车 仲泰改装而成的 让她气到怒骂对方张楠 并说 在一起两周睡了我17次 现在想想真的是恶心 这起奇闻意识引来不少网友留言 中国的女生比台湾环视利眼 这绝对是事实 哈哈 这两个人很素配 女的好虚荣 所谓既踏实又温柔 决定于是不是真Posk 男的也好虚荣 装扩能吸引来什么好女人呢 十万的保时泰 冒充保时捷 两周睡了女子17次 冰醋战恩 瞬间很想却买一辆重泰 冒充保时捷 两周熊 月 小冒充保时捷 冒充保时捷